嗨,大家好,我是容儿 我妈说好久都没有吃包子了 今儿咱们就安排起来 淮花味的糕点我猜你们肯定都吃过 那淮花味的包子你们要不要也试试呀 我们先把50克干淮花清洗干净 然后给它加热水泡30分钟 这种时间我们刚好来发面 溶筋面粉400克 酵母4克 白糖3克 温水200克 用筷子搅拌到没有干面粉后上手揉面 我们给它如光滑后 搅上保鲜膜 显化至两倍大 这时候淮花也泡好了 我们先把里面的水分挤出来 接着准备一块猪肉 切成小块后用小肉鸡发成肉鱼 倒出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调馅了 先把淮花也加进来 然后加葱、姜、蒜、增香、皮味、去腥 再来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两勺食用油 一勺鸡精 一勺胡椒粉 一勺糖 一把虾米 一把葱花 然后给它搅拌均匀后 腌半个小时 让味道更好的融合在一起 肉酵腌好后面条也发好了 我们先给它揉搓排气 然后取出擀搓长条后 分小剂子 每一个小剂子都用手掌压一下 接着我们就可以开始擀面了 擀成冬天后 不愿包的包子皮 包上一大勺腌好的肉酵后 就可以开始包了 今天来做柳叶包 一步先捏 往里推一下 然后左边捏一下 右边捏一下 全部捏完后整理一下就可以了 别人都做柳叶饺子 只要咱们来做柳叶包 看看蒸出来是不是也一样好看 全部包好后 我们给它放蒸锅里面 二次醒发质体积的1.5倍大 醒发好后就可以上锅蒸了 冷水上锅 大火15分钟 关火再焖3分钟 我们的包子就做好了 和柳叶饺子相比 似乎可爱了不少 胖乎乎的更柔软 看着就特别的喜爱 绊花的清香 搭配猪肉的鲜美 就算你多放点肥肉都没有关系 吃起来清爽不油腻 特别的香 好啦不说啦 不要开吃啦